民眾在我愛玉璃臉書粉絲團貼文發布說自己有一隻黑色柴犬走私跑到了五金大賣場 毛小孩痴痴趴在街梯上賣場員工看到呆萌的黑柴十分喜歡 不知道從何而來只好發布在臉書上也帶到派出所報案 警方除了在網路上留言請主人前來認領還把黑柴綁在派出所門前提供了水食物給他吃 沒想到半個小時不到柴犬的主人就趕快跑來派出所認領了 一隻黑色柴犬活蹦亂跳的在五金銀行大賣場前走動 他其實是離家走私的小狗 賣場員工見到這隻呆萌的黑柴十分惹人戀愛 不知道從何處前來只好先發布在社群網站 不過眼看就要下班了還是沒有見到主人 社群網站貼文也沒有人回應 賣場已經打烊只好帶他到派出所請員警協助聯繫 笨笨的不會回去啊 你們住哪裡啊 父親 那個大董後運對面 沒有他先綁他先綁我綁好了 好喔 親近人的黑柴原來名字叫做萊卜 個性調皮惹人愛 過去曾經有掙脫項圈的案例 也都是派出所的遠景協助讓來福再次跟主人重逢 好 謝謝謝謝 好 可以回家了 拜拜 玉立芬局分局長表示 同仁積極為民服務 充分展現警察服務熱忱 堪稱表率 也呼籲民眾飼養寵物猶如家人 應該落實晶片登記 以利管理以及追蹤 記者高雙雙玉立芬採訪報導